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IPv6地址的一个添加号 还是呢 添加域名解析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要解析的是这个IPv6的地址 所以说我们要将这个域名的记录指向是4A 那我这里有一个地址 我粘贴进来 粘贴进来 然后呢 它的这个记录指是IPv6 IPv6 好 确定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去解析这个IPv6的这么一个 域名 ipv6.100m.cn 然后呢 解析类型是4A 那我就能解析出来这个地址 来试一下 好 那 第一个 然后呢 还是指向这个DNS 那在后面呢 我要添加4A 4A 然后呢 域名就是ipv6.ponta.demo.cn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好 诶 OK 可以看到 我解析出来我的这个 4A记录了 是吧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多的话 那你可以再加一个 诶 那这样的话 你去解析的时候呢 最终就只会拿到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 IPv6的这么一个地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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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